陳委員好 部長好 這是我第一次在立法院質詢您 首先為防疫的工作 說聲您辛苦了 希望繼續努力 謝謝 那我手上這一份 食用肉品暴露萊克多巴胺之 健康風險評估報告 這個是貴部食藥署 所公布的108年度的評估報告 對不對 我們根據這個報告 來判斷萊克多巴胺的健康風險 評估 我們基於這個評估來製作我們的政策 我想請問一下 您知不知道這份報告花多少錢 多少預算在做 對 要問很多 這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塊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塊 這份報告為什麼這麼便宜 相對來講就是說 我們應該看說一個是 我們委託的人跟機構 他是構格的 第二個報告出來這個也好 所以我們用比較低的費用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報告 我這邊秀一個數據給你看 比較低的費用得到比較好的報告 這個是不是你們衛福部做事的習慣 來 我們下一張 這是你最近這兩年重要研究案的報告 這一些研究案呢都是重要的衛生議題 你有長期照顧照顧的研究案 預算九十八萬五千元 有醫療器材的報告案 預算九十萬元 針對食品藥物科技的計畫 研究三百二十萬元 農情蓄產品殘留農藥的檢驗方法研究案 一百九十六萬元 老人福利機構更貴五百四十萬元 食品大數據七百五十萬元 國外供應商管理的研究一百二十萬元 全國性藥物濫用資料一百三十萬元 你會福部什麼時候花這麼少的錢買一份報告 沒有 當然每一個報告的一個範圍 跟它所需要的或研究的相關的需要 都各有不同 萊克多巴胺的這個肉品 它只值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元 沒有 當然是物超所值啦 物超所值 這麼多報告案所有的都是公開招標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元就不用公開招標 為什麼你要找一個不用公開招標的報告 來決定我們要不要進口萊豬的風險兵庫 這麼低的費用就沒有圖力的問題 而且得到一份好的報告 你是不是有特定的方向 是不是對這個報告已經有所了解 所以找某一位特定的人士來做報告呢 當然會找這邊101年的時候 也是委託我們李教授來做的 那一份報告從牛開始來做 所以我們認為他是有經驗的 而且當年的報告也得到大家的肯定 所以108年的時候我們再度委託 他進一步再把牛豬一併進入我們的風險評估裡面 那當然李教授也非常願意幫忙 用比較低的費用來幫我們做 所以基本上他是在幫衛福部的忙 我們來看第二章 他真的在幫你們的忙 幫國家的忙啦 來 為什麼在幫你們的忙 我查過他最近的幾份的研究報告 他最近針對懷孕婦女新生兒 甲藏縣干擾性物質的研究報告跟主管機關是 科技部拿70萬 他就社護縣的研究呢 也是科技部130萬 針對懷孕婦女跟新生兒甲藏縣的干擾研究 139萬 針對食品當中的甘油脂肪酸胺的研究 拿了更多500萬 你這個案子只拿99,990 他什麼時候拿過這麼便宜的 他好像上一篇的同樣的報告費用也非常的低 基本上你看到沒有 你說他在幫助你們衛福部 我真的覺得他在幫助你們衛福部 他在幫助國家啦 幫助你們做出你們要的報告是這樣嗎 沒有沒有他是值得可以收公平的一個報告 公平齁 我剛剛所舉出來的都是實際的案例 第一個 你衛福部 所有的重要報告 都不齊 花費巨資去做研究 這份報告卻只有99,990 第二個 李教授 他做所有的研究可以看到費用都這麼的高昂 就只有你衛福部這一次只收你99萬 只報價99,990 我不要說這背後有什麼樣子的特定的設計存在 但是用這麼樣便宜的一個報告 來決定我們國人的食品安全的健康 這合理嗎 報告在於報告本身的價值 而不再委託費用的高低了 部長 可不可以重啟研究 可不可以再行評估 可不可以公開招標 重新針對這一次的 萊克多巴胺的食用肉品曝露的風險 再做評估報告 我們可以請那個專家來討論 是不是有再起一個研究報告的必要 可不可以公開招標 不要再用限制性招標 可不可以不要有這種 讓外界認為說有可能 因為誰要幫誰的忙 或者誰特別做過了 所以我們可能知道他的傾向 不要有這樣子的一種 可能會對公信力我今天並沒有要針對李教授的公信力提出任何的挑戰 我也不願意去任意的指控說你們是基於任何特定的一個研究可能的方向 所以來要求做這個報告 但是從所有的金額跟這個現象來比較這有疑點存在 而這個報告事實上對我們的食品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就問 部長一個問題有沒有可能再起調查 有沒有可能用公開招標的方式 或者甚至更多的案子的方式 讓國人看到更清楚的一個評估結果 對當然我就敢請專家來評估說對這樣的一個案件 是不是有哪一些需要再進一步研究跟討論的地方 若有必要的話我們可以再來做一個研究的報告 好 謝謝陳以信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洪孟凱委員 主席謝謝 麻煩請陳時中部長 好 請陳部長 洪委員好 洪委員好 部長 延續剛剛陳以信委員的問題 昨天本席也詢問了 到目前為止 石耀手還沒有給我答覆喔 昨天您同意的 過去到現在有沒有類似用99,990元做的評估報告 到目前為止 您昨天只有講是說要回去找找看 有答案了嗎 有 我們大概101年到109年 大概總共有13案 13案是用99,990元 沒有 就是10萬塊以下 10萬塊以下 那List可以給我辦公室 好不好 一樣的道理喔 剛剛陳以信委員講了 真的 過去到現在 即使是有這樣的一個標案 但是 整體的評估報告 尤其是國人 那麼關心的萊豬進口的評估報告 用那麼低的價格 部長其實我剛剛很訝異喔 你有講了兩句我覺得是經典名言了 媒體可能比較少 不然我真的覺得說這可能會變成是經典名言喔 這個報告是在於價值不在於價格高低是不是 當然價值最要求 這怎麼聽起來有點像灌老闆的講話 你會不會覺得 不會 我們肯定這報告 報告的價值 還有您剛剛有講到物超所值啊 那如果說之後瘦肉精的豬肉進來 價格比較便宜 您認不認為這是物超所值 在安全容許量之下 您認不認為如果說未來 每一個國人都有機會吃到瘦肉精的豬肉 你會對著國人講說 恭喜 這是台灣政府給國人選擇 物超所值的選擇嗎 不會 我不會這樣說 你不會這樣說 那為什麼您會 您剛剛會把這個報告這樣子講說 這是物超所值的報告 因為在於研究 您認為說這樣子夠嚴謹了嗎 那食品在於好吃嘛 所以您認為這樣夠嚴謹了嗎 你說這個報告 對 我有看過這個報告 我覺得報告做得相當不錯 是 那但是我們剛剛有講到是說 重點在於是 你要查詢的一個量嘛 對不對 所以您剛剛是不是也特別有跟 陳以興委員這邊承諾 那有可能在 確認專家學者確認這個報告的完整性之前 我們可以暫停萊豬進口的命令嗎 目前看不到這樣的需要 為什麼看不到這樣的需要 當然現在還在大院在做審查嘛 那可能大院的審查就決定這樣的一個行政命令的有效性 好 我想 陳部長這一點也是 你要為了國人的健康安全來把關啦 那這個當然是蔡英文總統他說了之後 我想你可能也沒有辦法逆英文啦 所以說你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一個承諾 但是 部長我再請教一下 今天上午有一直大家都有討論到 9月4號我們有開一個 食品安全的諮詢會議 食品營養及安全之議會 對不對 9月4號嘛 那目前這個會議紀錄還沒有辦法公佈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 那天在那個 招委 的要求下我們就把這個會議紀錄給 貴 對 我知道我說上網公佈 讓全國2300萬人都可以檢視的 原因是什麼 沒有 我們大概如果要報告把它上網我們這也可以抓 但是目前我這邊媒體查到的 你回覆是說恐怕不方便啊 上午 你說要影音檔我就恐怕不方便 你說這會議的過程恐怕不方便 但是最終的結論是可以上網的 當然 那個是公開的 是不是 已經公開了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演講會公開 好 那就是部長承諾公開 來部長 那我再請教喔 其中媒體裡面 但是一定是要去識別化的啦 好 我在那個江委員那時候跟我講 好 部長我再請教 其中媒體有看到是說有一個委員特別有提到 他講的就是率先發言啊 他講說 一個坐月子的女性 食用即使沒有超過成人的ADI 但是哺乳的時候有可能許多農藥跟重金屬會穿透胎盤跟乳腺 也許對母體不要緊 但是可能會對於嬰兒的傷害 希望執政黨跟政府單位可以給消費者一個交代 有沒有這樣的發言 有 那在上面那時候這李教授對他的發言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回答 是 部長您同意這一個教授的發言嗎 那一回答就是這基本上他不是子溶性的 所以他不會在比較在乳子裡面 在給嬰兒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您對於說這樣的一個發言 這個是有做過科學實驗研究證實的 還是說你的判斷 還是說這個是有怎麼樣的一個資料可以佐證 你說發言者 還是回答者 發言者他有這樣的一個疑慮嘛 因為這沒有看得出來這是哪一位專家學者的意見嘛 但是這個是食安委員的發言嘛 我相信他應該有一定的可信度跟公信力嘛 那你認不認同他這樣的一個發言 對於譬如說婦女 有可能他在哺乳的時候 如果說他假設他吃到萊豬 那他有可能他會把他的這個 哺乳的時候給嬰幼兒 會不會對嬰幼兒也造成一些風險跟 機會非常的小 對 但是有這個機會 他不是子溶性的 是 但是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因為這個是學者的意見嘛 我們要尊重專家學者嘛 他是我們衛福部邀請的食安專家 尊重他有所給他的一個相當的一個回答 那他也接受這樣的回答 部長 所以喔 本席會這樣問是因為 可能有些人也知道啊 本席這個禮拜 我才第二個女兒剛出生啊 我太太他也在醫院之後 馬上就是接受母嬰同事 跟我們這個哺乳母乳的一個政策嘛 我想這也是衛福部現在大力在推動的 這個醫院的一個政策嘛 對不對 好 那 我們就非常擔心喔 現在還沒有瘦肉精豬肉進來的時候 我媽媽她吃了醫院的月子餐 她在哺乳給下一代的時候 她會不會也遭受到這個 可能會有萊豬的這個風險的感染喔 所以我們在想有沒有是不是部長您可以要求之後進來醫院的時候 降低我們所有婦女的風險疑慮 降低我們所有新生兒的食安疑慮 是不是醫院這邊提供月子餐要禁用美豬 我們要求在醫院或在坐月子地方 都一定要標示清楚 那會加強查驗 如果她跟她標示不同 標示什麼清楚 標示我們的原產地啊 原產地 如果說她是美豬的話 如果她就標了今天是美豬 那你就不要 就是我不要美豬啊 但是月子餐孕婦沒有辦法選擇啊 可以我沒有她標 孕婦沒有辦法對 我沒有她標 重點在於是孕婦沒有辦法選擇 不會她一定可以選擇 我太太今天剛禮拜一剛進去這個病房的時候 她收到的月子餐 月子餐她沒有辦法選擇 她也沒有辦法告訴你說我今天是美豬今天不是美豬 你難道是要用價格還是用什麼來讓孕婦來區分嗎 我們也要求醫院裡面她都要公告出來 所以你們沒有辦法 即使是這樣子都沒有辦法要求醫院說 不要使用美豬嗎 基本上就不會用了 所以有孕婦特別要求說我要吃美豬餐 部長沒有錯嘛 所以您剛剛也提到了 基本上不會用 那再進一步的就是讓所有的媽媽 所有的新生兒 尤其是這個剛出生的新生兒要吃到母乳 她一定是最脆弱的時候嘛 是不是可以安所有全民2300人的心 就是要求醫院提供媽媽月子餐的時候 就是不要使用美豬 體育署有說了 我們的運動員不吃 國防部有說了 我們的軍人不吃 我們的教育部也講了 我們國中小的學童不吃 那為什麼媽媽 為什麼新生兒 他們有可能要吃到美豬 她不會 只要你不要吃她就不會吃進去 不是標示的問題嘛 部長我現在重點在於是說 為什麼我們 衛福部不能以身作則要求我們的醫院 就是不要使用美豬給新生的媽媽 給新生兒 不要吃到美豬的權利 我剛才講過就會要求標示加強查驗 你連這樣子為了新生兒為了懷孕的父母 婦女出來講說我陳時中 讓保證讓你們不知道美豬都沒有辦法嗎 沒有就是說這裡面就是他們有不希望吃就絕對不會吃到 但重點 部長如果說不希望吃就不會吃到 我們就不用在這邊討論了 就是因為兩個部分 第一 我們認為說衛福部現在查核的人力不夠 第二 即使你標示了民眾沒有 不一定有知道有說不的權利嘛 還有就是說你是不是有辦法確認 所以才會要求政府要來用強制的方式來做啊 不然教育部為什麼要這樣子的命令 為什麼體育署要這樣的命令 為什麼國防部要這樣的命令 這情況又不太一樣啦 好 沒關係 這樣子喔 因為時間超過 這個 侯委員的問題喔 我們再請衛福部重新整理 做一個完整的答覆 部長 重點在於是 全國人都在看 您是衛福部長要保護我們2300人的使用安全 而我剛剛提到的 其實是下一代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所有人的 所有的婦女都在看 所有有新生的小朋友的爸爸媽媽都在看 連衛福部長都這麼 最應該要保護的都沒有辦法承諾 我們怎麼會相信 我們全台灣人的使用安全可以受到保障 好 謝謝洪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憶寅委員 邱憶寅委員 邱憶寅委員不在 我們請吳憶寅委員 主席謝謝 請陳時中部長 好 請陳部長 邱憶寅委員好 部長好 剛剛其實很多委員都有提到這份報告 這份是請陳大理教授做的報告 這份報告我從頭看到委 他其實報告他其實是一步一度推過去的 他最開始的推論 就是這個ADI 這個每日的可接受的攝取量 對不對 一開始就是說 先把這個自癌性風險 跟非自癌性風險先分開 那在有這種所謂的自癌性的風險 已經沒有的情況下 再來推估自癌性 非自癌性的風險 那因為有非自癌性的風險 所以就來推估我們的ADI 以這樣的程序來進行 那之後才是說 我們因為他還提到很多 Monticolor simulation 什麼有的沒有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 成為國人的飲食習慣 來推測說 這到底安不安全對不對 可以這樣說 那部長 我想請問你的是 這個ADI我們是依照 哪裡的 哪裡來的標準 當然我們台灣有相關的一些實驗 那國外一些人體 各種不同的 台灣有實驗 都高於大概 對人體的實驗嗎 沒有 動物的 我們是採用那個動物的相關的 國外相關的資料 那算起來是 部長 據我所知道 你這個ADI是採用 當時候Codex用的標準 對不對 我們一直強調的也是 Codex標準 Codex也有做 Codex要做的是 人對於心臟的一個 用一定的計量 單一計量 來看它的一個 可發生的一些狀況 因為當時候 Codex它有發表了 這個最大殘留容許量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強調的 我們是依照Codex的標準 對不對 我們大概有根據我們專家裡面 自己的專家會議裡面 來取決各種的一些研究報告的可信度 請問一下我們跟Codex的標準一不一樣 大家都是差不多1.25 1.44 那一點多 都是差不多這樣 但是取一個整數以1為整數 那部長你也知道 當時候 Codex它這一個 之所以 有一半以上的國家 一半左右的國家 是不同意它這個標準 就是因為它的實驗 是不科學的 因為部長你一直強調 所有東西你要安全 你要有講究科學 那我好奇 部長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不要說算平均數 算標準差 我們要多少個樣本 才可以說這個 這個測量是科學的 尤其它不是一個 uniform distribution的時候 你需要很多個樣本的 那部長請問一下 你知道這個Codex 它依照Hunt這個 research paper 它其中 大家都知道 它只用了六個人體的實驗 這科學嗎 基本上這個食品上相關的 我一再也解釋過 在實證上面 你看起來是符不符合我們實證的樣態 可是在食品上面 我們基本上不用實證的樣態 我們用基本的一些假設 然後動物的毒理試驗 然後架構的一個模型 然後再處理一個安全的係數 那這些都是一些科學的方法 所架構出來的 部長那我好奇的是 如果這個東西 沒有做過長期的人體實驗 你怎麼可以百分之百的確定 這在台灣人長期實用之下 不會有影響 不會有對健康影響的 對 所以才有科學嘛 就我說啦 剛剛那其實完全並不科學啊 沒有 你一個六個人的實驗 怎麼會科學呢 部長 如果你認為科學的話 你真的是瞧不起歐盟的這一些 為他們人民把關的 衛生的專家官員 沒有沒有 他們是拒絕了 他們認為這一個是不科學的實驗 那你一直以為 你一直強調是這是科學 這完全不科學 我希望部長 接下來 不要再用科學這兩個字騙人 你跟我說一個六個人的實驗科學 我很難相信 它有多重的 並不是只有這個 加拿大也做過了一個 等於一個心臟衰竭的病毒的一個實驗 部長這樣子好了 所以你覺得這個問題是民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這我們在看起來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那我跟你講好了 很多的民眾認為 這個是一個民生問題 這是一個切身健康的問題 你要怎麼說服大家 以我來說 我是不相信這六個人的實驗 那部長 是不是你呢 找幾個家人 找幾個部會首長 從現在開始 到今年年底 自己做人體實驗 來證明 讓我們大家知道說 這是一個安全 你願不願意做這樣的人體實驗 這不算是人體實驗 當然算是人體實驗 你是人啊 但是現在買不到萊豬 不用買萊豬 就像你講的 我們有萊牛 對啊 你可以用同樣的劑量 可是你要吃七倍的劑量 我們平均的 大家的intact是七倍的 你要吃七倍的量 這個東西又不太符合科學的 哪裡不科學 對 我們是吃豬比牛多嘛 對台灣來講 對台灣來講 所以可是萊劑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對於豬來講 他們最後的總重量是一定的嘛 當然 所以我每天來吃一個 兩百公克的牛肉沒有問題 那就是你去平衡 你就抓 我覺得一百個人也不算少 以一個實驗來說 那我們就抓一百個人 你就 你的家人 幾個不會 願意背書的 不會首長 找你的家人 那我們把老人的也涵蓋了 小孩也涵蓋了 你們來做人體實驗 沒有 現在不用萊豬啊 你用萊牛啊 可是記得你要吃七倍的量 要吃七倍 就是跟一樣豬肉的量 對 願不願意做這樣的一個實驗 一塊牛排大概就是這樣的量了嘛 那大概超過這0.6公斤 不想你願不願意做這樣的 親自去做這樣的實驗 我要來吃這個沒有問題 但不能把它稱作一種人體實驗 人體實驗 其實說 我已經不想跟你提科不科學 因為既然你認為六個人的實驗 是一個科學的實驗的話 我覺得跟你講科學不科學 這件事一點沒有意義 但是我想 你如果可以收集一百個人 你其中包含部會首長 以及他的家人 他裡面的爸爸媽媽 年長的爸爸媽媽 以及家裡的小孩也好 孫子孫女也好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說服力 對大眾非常有說服力的 讓我們知道 你真的覺得 這樣子是安全的 部長你願不願意 帶頭做這件事情 我只要在牛排館前 做一個問卷就可以了 我們要達成一定的效果 我們在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採樣 所以部長你不願意 謝謝 我說 但不能當作一個人體實驗 謝謝 好 謝謝 吳怡丁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林黛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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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黛華委員不在 洪生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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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生漢委員不在 陳明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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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文委員不在 武立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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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立華委員不在 何志偉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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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我們請李德偉委委員 林黛華委員 陳明文委員 主席麻煩請衛福部 陳部長還有農委會副主委 請陳部長 請黃副主委 好 不好意思 請兩位一曲好 因為時間非常短 只有六分鐘 六言好 是部長好 部長首先本席想要請教一個 當然跟這美豬美牛 比較沒關係 請教一下今天報紙上這個 有關於國衛院的這一個部分 那要投資44億 打造全新的生物製劑 那裡面有20億的 的捐款是來一個低調的神秘企業家的捐款 那當然報紙現在寫說是營營良嫌人 這一點您有證實嗎 或者 沒有 當然要捐款的人 他如果他願意公佈 他自己來說 我沒有權利幫他講出來 那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好 就是 關於這一個案子 國衛院的計畫 是你們去跟他募款 跟這神秘的 這個企業家 募款 還是他主動 他知道的這個計畫 他來捐贈給你們 我想不是一個主動募款的計畫 是因為國衛院或我們在衛物本身 我們在這個整個防疫的過程裡面 覺得怎麼樣來自治台灣的一個 建構台灣的疫苗自治的能力 當然不是只有COVID-19有很多 所以我們覺得 那個先導工廠 我們的先導工廠也非常舊了 產線也不足 所以應該要發展我們的整體疫苗 跟生技產業 有一個先導工廠的必要 所以在談論之中 可能某一位先生有聽到這樣 那就主動願意替國家出一份力量 所以說基本上就是這個案子 應該說是企業家主動來 因為知道這件事情 那這本席非常好奇 為什麼所有人都不知道 這麼神秘的企業家會知道 大概也有蠻多人會知道的 在疫苗那個前 在那個前端 我們在開始討論這疫苗的製作 很多 很多人會知道就是說 我們這樣的需要性 只是有人有付出行動 就這樣子 好 了解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部長 那我想接下來請教一下農委會 我們副主委 副主委 可以麻煩您還原一下 我們台灣 當年為什麼會進口美牛 為什麼會禁止美牛進口 還是我們一直沒有開放 美牛 我現在不是講美豬喔 美牛 喔 這個 年代 您知道嗎 你有沒有 白希副主委 我先跟您說 因為最早我們是不允許他進來 是因為有狂牛症的因素 所以當年 不讓美牛進口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狂牛症 對 沒有錯 而不是因為萊克多巴胺 對 最主要 所以那個時候的 那一個三館無卡 那個主要都是在卡那一個 狂牛症 狂牛症的一個 那 那 農委會 從你的專業底下 您知道當時為什麼開放三十個月以下的美牛進口嗎 三十個月零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還沒有把那一個風險物質完全排除掉 所以才會 就是 要求三十個月以下的那個牛領 那 是 那現在因為美國它已經是一個狂牛症是風險 以控管的國家 那 這個以前那個時候它還不是一個以控管的國家 現在已經是變成一個以控管的國家 所以 什麼時候變成以控管的國家 可呼類的國家 那個 是幾年 102 102年 它變成一個風險以控管的 可控管的國家 所以 那個時候 就是 因為這個部分 我想 外界一直有一個錯誤的 感覺 就是說為什麼 美牛 還有萊克多巴胺的美牛可以進來 其實當年我們禁止 主要是因為狂牛症 而不是因為萊克多巴胺 這樣講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因為 那個年代我還不是主管這個我不清楚 好 那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 其實 我覺得農委會真的有必要 要跟我們所有的民眾 要能夠宣達清楚 因為在這裡面 現在有一種 是是而非的一種論點 就是說 欸 當時 讓美牛進來 是因為 萊克多巴 就是說 不讓美牛進來 是因為萊克多巴胺 而國民黨時代 開放了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其實美牛沒有辦法進到台灣來 真正最重要的原因是 狂牛症 而不是萊克多巴胺 這個 農委會同意嗎 早期 那個時候 那個時間點是這樣子 那個時間點沒有錯嘛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美牛進不來的主要的原因 是狂牛症 而不是萊克多巴胺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 現在社會上有一種很奇妙的一種氛圍 就會去指責在野黨 在執政的時候 為什麼開放了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牛 其實 30個月齡以下的美牛 含有萊劑的比率是非常的低 102年的時候 那個他們在處理的 他們可以說清楚 好 委員跟您說明喔 那美牛 開始會被禁止 停止的話 是狂牛症 那後來中間 這個症是疾病的問題 那另外有一個是動物用藥 那98年開放進來 是帶骨牛肉可以進來 是狂牛症 那時候即使帶骨牛肉能進來 但是 含萊克多巴胺的牛肉不能進來 所以含萊克多巴胺的牛肉 可以進來是 101年9月11號 訂定了產牛標準之後 才可以進來的 好 了解 那沒關係 所以我想 今天 為什麼本席會這樣問 主要是想要來釐清 當年 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台灣禁止美牛進來 那我想今天也得到 農委會的一個證實 所以 我覺得 對於相關問題的釐清 我們還會繼續的來做 好不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副主委 謝謝 謝謝李德維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馬文鈞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 請陳部長 還有農委會 請農委會 黃副主委 馬文鈞好 部長好 我想請教 因為這段時間以來 其實大家對萊豬的這個問題 都產生很多的質疑 我想請教部長 為什麼歐盟跟中國大陸 他是不准進口含瘦肉精的美豬 就你的理解 在中國大陸 我比較不那麼清楚 那在歐盟大概有一個人 就是一個經濟的問題 然後對動物保護的問題 對什麼 動物保護 因為其實 歐盟他很重要的原因 他其實就是對人體實驗數目太少 然後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因此無法據此來確定 最低可見不良反應的劑量 然後就沒有辦法 可以得知 無可見不良反應劑量 這樣子的標準 所以也沒有辦法得知 美日容許量 歐盟的結論 嚴格來說 其實就是 萊劑對人體 有沒有確定的無風險 所以在沒有辦法 完全排除的狀況之下 為了對公眾的利益 還有健康 他可能有不可恢復的風險 所以拒絕肉品含有萊劑 對不對 其實這是歐盟他們不願意開放的很重要的原因 他有很多的一個理由 不過我想經濟可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理由 這個應該是更重要的 經濟就你來說 那如果對歐盟的經濟有影響 對台灣沒有影響嗎 我剛剛講的結論 是因為他沒有意義 可是萊克多巴胺 他對健康的危害風險 他在人的上面 他沒有做多少的實驗 可是在動物上面 其實有很多科學的文獻 部長你在這兩天 大家的詢打裡面 你口口聲聲說 這有科學的證據 他有安全的容許量 你們憑什麼可以說他有安全的容許量 因為他對動物造成這麼多的傷害 都是有很多可能不可能 你也對孕婦 對胎兒 對三高 像部長你也提到啊 你有三高 那六個人是健康的人喔 今天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些問題 他的安全容許量 就不是這樣計算了 你可能在你的藥物上面 或者在其他的部分 其實你都沒有辦法代謝的 所以你們怎麼可以來為他們 冠冕堂皇的 說這是安全容許量 部長 我請教一下 之前在講黑心油的時候 他檢測出來有沒有符合我們的 我們的標準 油品的標準 黑心油又是另外一個主 就是他的一個原料 我想要請教你嘛 因為他的標 他甚至 他甚至 原料的要求不夠嚴格 他的黑心油 他的任何的標準 其實都是符合的喔 可是我們為什麼不吃 甚至製造黑心油的 他還要接受刑法的制裁 今天你明知道萊克多巴胺 他可能有這麼多的 我跟你講 部長 如果是這樣 當初他的原料來源 很多就是豬炸 他就是像豬皮 豬內臟 他來把它炸成油 因為他便宜嘛 你今天萊豬 你把內臟都進來以後 他也可以做這種使用 哪一個商人會這麼笨 你先聽我講完 黑心油就是這樣 因為他是符合安全標準 你現在講的安全標準 從哪裡來的 一樣的意思 可是他就是不能吃 你今天萊克多巴胺 他在很多的科學的文獻上面 大家做的實驗 在動物上面 都造成很多的危害跟傷害 這是我們要提的 所以 我可以回答一句話嗎 部長 你也 你先說 這兩個不一樣 是因為黑心油 是用不可食的原料 然後用化學的方法 變成一個符合標準的化學品 所以我們要對原料開始管 所以我們叫做黑心 它是不能吃 要用蚵子跟鴨子做也可以吃 不對啦 你那裡邊還有很多的方式 因為油品本來就是用化學的方式 製造出來的 藥品也是嘛 你如果是這麼說的話 我們萊克多巴胺它是藥品 也是把它 也是用這樣製成的啊 也是化學做法做成的啊 你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要講的 是說你的安全容許量 你來對照我們的標準 因為你現在在訂標準嘛 如果 都一樣 不管他用什麼方法 只要對人體有害 就都是不可以的 我們現在 你一直說 啊美牛進來了 進來八年 有什麼狀況嗎 那會有狀況嗎 我想要再講一個 1939年 瑞士化學家保羅米勒 他發現DDT可以迅速殺死蚊子 獅子跟農作物害蟲 而且他在1948 1944年 甚至 盟軍在納布勒斯 也用DDT 成功阻止一場 斑診傷寒的爆發 米勒在1948年 甚至獲得 諾貝爾生理學獲醫學獎 他們當初在使用的 DDT的時候 並不知道對人體還有環境 會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我們在用了二三十年以後 現後來才被禁用的 你不是八年吃出來沒有問題耶 你怎麼知道 不是因為吃了那個 造成的心肌梗塞 我怎麼知道 不是他造成的 其他的心臟疾病的爆發 今天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嚴格的要求 顯然 我們一直對美國讓步 我們甚至不敢 要求在源頭 去做管制跟標示 今天我們大費周章 你說要去抽驗 你說要去檢查 你說要去處罰 沒有標示 或者我們的國產豬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真的是把 有萊克多巴蘭的豬肉 把它標示清除 這樣讓大家 可以很清楚的 可以選擇我要或不要 不然你現在他 他藏在哪裡 我不知道啊 你們一直說那個 可以分辨的出來 我舉例來說好了 比如說像我們的 我們的很多的加工品 你只要混合台灣的 在台灣製造的 他寫的產地就是台灣 沒有 他寫的產地就是台灣 他還是要有 用到國外出 他還是要標出來 沒有 你如果在國內呢 原料 原產地 國內他的 那是國外 我們在乎的是 我們在乎的是 國內 我們全體國人的健康 你銷到國外是另外一回事 沒有 國內一樣啊 你的產品 在國內 他的產地 就是寫台灣 沒有 我們現在生鮮的豬肉 茶葉也是一樣啊 所有的加工產品都一樣 部長 你去問清楚以後再來說 我們現在 希望你要標示的 是有萊豬的 這樣子的產品 而不是讓我們所有的 像農委會 農委會 一直說 我們可以去 推銷我們的 國產豬 然後大家可以去拿標章 今天我去驗出來 我用的是國產豬肉 我就拿到這一份標章 可是我如果下個月 用的是萊豬咧 他已經有這個標章了啊 你要怎麼查 你要怎麼去罰 最簡單的 如果你已經擋不下來 我們寧願犧牲國人的健康 那至少 你應該要讓他很清楚 讓國人很清楚的知道 這是萊豬 我要不要吃 而不是把其他的 全部限制了 而讓萊豬可以自由的散發 謝謝 謝謝馬文鈞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吳秉睿委員 吳秉睿委員 吳秉睿委員不在 請邱泰元委員 好 謝謝屬席 是不是可以請陳部長 不好意思 你可以喝喝水 陳部長請 好 那 邱委員好 我們先看第一張 就是前面 部長我昨天請教您 因為非常 令我非常感動 也針對這幾個 可能要注意的議題 很快的回應 那因為我剛剛 去開了一個全國各醫師 全國各醫師公會 二十幾個醫師公會的理事長 大家的會議 我們把相關的議題 再稍微再釐清一下 請教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流感疫苗的 到底準備的量 這個部分好像 部長你說你昨天 晚上會稍微討論到 聽說要再多購買 是有問題的這樣子 對 因為這個流感的疫苗 因為他製作的時間 比較長嘛 我們也知道他六到七個月 所以基本上都是根據他的訂購量 然後做他的生產量再分配 那昨天晚上在 昨天下午我們在這個委員會 那完了之後 我本來就跟這些相關的廠商 有做一個約定 然後就會來看就是說 請他們到世界到各國去搜 搜什麼 所以有些本來已經訂購了 而他的一個施打的那種 施打率不夠高 那可能會留下來 那我會把那些先訂下來 不過仍然在爭取溝通中 好 謝謝 那如果採購量沒辦法增加 那是不是必須要去清除 群體感染 到底是幾%就可以 讓他能夠一個疫情能夠飆爆發 那以及說有沒有什麼 期待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就今天時間有限 也可以後續 請專家大家再討論 有 預防接種就是說25% 所以我們公費流染疫苗 都準備603萬劑 我現在是準備25% 所以是不是應該跟民眾講 也許不需要搶著要去打 對 沒有問題 那自費的還有120-130萬劑 所以我們今年的寒概率 我會比大概31.57 會有這樣的寒概率 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訴博人說 其實按照這樣的程序打 就可以相當 安全這個部分 可以不去研究一下 有 社會的勉強勉力就會達成 那去年我們每年的疫苗 其實它雖然非常急 但是呢 事實上都還有剩 以前疫苗都還剩 還要拜託人家去打 對 都還有剩 但是今年情況比較不一樣 對 那另外就是說 CDC本身有把 有公告說 醫療人員可能優先打 可是在各個衛生局 好像在這樣的一個指令 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有一些 沒有核A的 醫療院所的同仁 當然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想請多麻煩健保署 可能在他頁面裡面 同時讓這醫護人員能夠優先 這個拜託能夠趕快去解決 不然的話 因為第一 現在開始在 醫療院沒有打他們 變成人心惶惶 對 因為有4000多家醫療院所 所以我們大概開業有2萬 2萬左右 所以他們一定有同學朋友 不過我們可以讓這個 大家在打疫苗的醫療機構 如果知道說 醫護人員是在我們的優先之列 這個 我是希望再去釐清這樣的一個指令 一個指示 再把它清楚化一點 好 希望衛生局 各地方衛生局 也能夠幫忙這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還是 因為防疫物資 我們今天也討論 滿多防疫物資 也感謝衛福部在 部長指示之下馬上再瞭解 那還是的確都有停頓 幾個縣市都有停頓的現象 當然我們這不只 包括醫院跟診所 這個部分都是需要在 那不只說口罩 其實N95也是有它 戰備的需要 還有醫院裡面的手套也滿缺乏的 這個部分 再請部長多多關注 請相關的團隊去關注一下 那另外也謝謝說 那個 占戶款這個部分 看起來現在滿的積極 我也拜託我們主管的單位 能夠趕快來 來看怎麼樣把這個問題解決 不要像民國94年 那個時候產生這種回扣款 產生非常大的 對醫界產生非常大的衝擊這樣子 對我們就要及時來解決這問題 好感謝 請看下一張 那因為最近有很多人反應說 我們現在缺水 我們雖然沒有什麼災難 洗的沒有什麼災難 可是水是缺乏 那水的缺乏 比較缺乏的時候 當然對農業科技環保都有影響 那不曉得對疫情方面有沒有影響 當然會 如果比較缺乏水 大家在清潔行洗手 因為如果說有一個統計 如果每一個人都洗十四手 我們一天都要都花了四十幾萬噸的水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有考量 未來怎麼樣來提供學校各方面足夠的水 給血桶各方面來洗這樣子 那基本上在民生用水 還是在這個水勤裡面是第一優先的 好 那看下一張 回歸到今天的主題 我請教一下 我也肯定在下一張 肯定那個我們有一個規定的新增 包裝食品豬肉等等的 這個要有原產地的標誌 那怎麼去落實 這個是我們比較那個 因為現在的確你看到一個肉松 他原產地就寫台灣 那如果將來 如果這個規定下去就會變成 說屠宰的地如果是美國 當然就會選美國 就真的我想這個是非常必要 只是說這個都有去落實嗎這樣子 對 我們在這個加工廠裡面 要去要求要落實 所以我們去查他們有沒有標 另外我比較疑惑的就是說 在一些可食部位的加工過程 有些是需要標示 有些像直接使用在葉餅上面 要標示 會直接像肉粽的油蔥酥 就不要標示 那像豬肉的萃起筷 又香料 這個又不要標示 當然理由就是 他水紅性可以量比較少 但這個部分可能 是不是有更多的證據 來跟民眾多做一些解釋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是直接使用藥標 現在是直接使用的藥標 對對對 可能有一些這個問題 還是需要在科學的證據 來多一點 來跟大家解釋 好 再拜託一下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邱太元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賴江林委員 我們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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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問一下